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我们的这个朔文杰字 那一本 它总共是9353个字 那一本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字呢 是东汉时候 这个书是东汉时候编的 9353个字 里面有一些是我们今天来看不太常用了 但是大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常用的字的这些 那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构成我们今天汉字的这些部件 最基础的这些部件 它是由不多的那些作为基础的 像英语它就是26个字母 对吧 汉语它要复杂一点 这复杂也不复杂到哪里去 我们清理一下就是 我们汉字的这些基本的这个字根 就是root的话 才有400多个 有400多一点 那我要把这400多个字根 都认熟了 其他的字我们都知道 形身对吧 形身就左边 一边是形一边是身 那根据那个身 我大致上知道这个字的读音 根据这个行 我知道这个字大致的意思在什么地方 这样子我们把这些基础的根早会了的话 那今天我们用的这些字 包括每一个人所用的 读书所用的 还有就是个人自己所用的 这样的一些字 它的原是什么 很多事情是这样 我们往往只知道结果 那个结果怎么来的 它一定有一个发展的历史 那么我们了解的一个事情的历史 我们就会更多的了解这个 这个事情最后的一种 就是真正的生成的这个意味 那么我们这样子的话 我们再来考虑很多事情 就会更好一些 我们从 因为今天第一次嘛 我们就是聊天室的 比如说 刚才大家自己都有一个中文的名 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自己这个中文的名是啥意思 恐怕未必 是吧 这里面的问题挺多 就说实际上 你天天用着 我们常说一个人的名字跟着你 像你们都是20年 最少20年是吧 多也多不了拿去 20年了 你是不是知道这个啥意思 这是有 我们只得往深去说的 随便一个字拿来 我们能够去拆它 拆成不见了 知道它为什么构成这个样子了 就好了 这个姓陶的人家 他的祖宗最开始的时候 给他这个家密室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做啥的 做陶器的 对吧 这没有问题 姓刘的 你看好了 那边是刀 对吧 这个姓刘的人家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杀猪的 一种是杀人的 对吧 这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姓张的是打仗的 那个这儿 一点是宫 看到没有 把宫拉开 叫有张有持 开宫位置张 对吧 把宫放了就叫持 一张一持位置到 对吧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姓李的 他们家肯定是 住在一片果树底下 没什么问题 姓羊的你想想都知道 对吧 但是还有一些 不是用这种方式 他用别的方式 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 东锅先生 这是你这锅的来源 有可能这个锅 最开始的是 从东锅南锅西锅 好多锅了 南锅先生是吹鱼的 对吧 不知道 知不知道这种锅 是吧 瞎吹的那一个 叫南锅先生 那这个锅是啥意思吗 刚才说的是陈强的意思 对吧 那陈和锅 我们去看一看 它的关系 是怎么一回事 来 我们先说陈是找回事 好吧 先说陈是找回事 这个陈是 这个字型 是吧 那我们就想 现在就说 从土成生 对吧 那从土成生 这个陈一定是跟谁 也有关系 跟土有关系 因为土 这个土字 一看都知道 这一堆土 为什么土要堆起来 土为什么堆起来 后来这个字 写着写着 就把中间写撞一点 陈的这个 就变成这个样子 是吧 这很容易理解的 那土过去是风土 即逝了 堆起来 我们就像北京的天坛 是吧 堆一堆土去 去寄土 成为中国是个农业社会 对吧 不像你们新加坡 是在海边 我们在权在大陆里 他说土特别重要 所有的都跟土有关系 是吧 乡土 那个特别特别重 那么这个陈是干嘛 陈是 这个陈 从土成生 这个陈是什么呢 这个陈 这个针 也是有名堂的 陈这边是从锅 割毛的割 这边是钉 这个钉是什么意思 甲乙丙丁的钉 这个钉就是一个钉子 就是这个 今天的这个钉 这个钉子怎么写的 它当初怎么写的 当初是这样的 钉子开始可没铁了 我想再开始 这个木钉 是吧 这个木头的这样的一个钉 这个钉 所以钉子这个样子 很容易理解了 对吧 我们看看在甲骨文里 钉子这个是钉 这个不是口 这个是钉 为什么是钉 因为这个木钉 钉得抢上去了 我们看那个坡面 对吧 就那个样子 后来因为这次 用一个嘴巴混了 所以把它变成立起来 就变成这个钉 所以有了钉 就把它钉起来 钉起来的东西 就是扎实的 所以钉实也 所以我们说 钉的意思是什么 是扎实 所以我们说 盖关钉了 对吧 盖了关以后 用那个铁针 把你扎着 这人就没得说了 这就是 成的意思 而且是什么呢 它是割 武器 这个割就 画的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带奸的 这是个爸爸 这还有点红衣 这是个打仗 杀人 打完了以后 那个结果 那就是成 这古人叫成功 是吧 有成 事业有成的成 那么我们这个成是什么意思 这是土 竹墙 古代的城墙 是用土竹的 两块板 这一块板 这一块板 中间那一打个洞 那一打个洞 然后有个棍子穿起来 两边一夹 把土倒进去 然后用那个杵 木字旁一个五的杵 把那个土放水 焊实了 把板一扒 这一层了 再一层 一层 最开始的成 是他的意思 所以在左传里面 都是说成与某 为什么要租这种成 租这种成是为了掩铁 冷兵器时代 打仗的时候 我有一个成 我在上面 你在下面 永远只有我打你 你打不上我 那就最早的成 所以这个成 在英语里面 长成是啥意思 中国的长成怎么翻译 国人卧 是吧 它必须是卧 它不是city 我们很容易把它 以为成事 为什么有事的意思 事是交易市场 它成后来变成了事 是因为一个国王 或者一个国家 中心地带 它一定是要组个土墙 把它围起来 对吧 这个就是成 所以成的这个状态 它一般来说 就是围起来的 所谓围成 是吧 内成就是成 这个成 这才是成了 坐着一般都是这样 这个成 一般有四个门 是吧 东南西板门 外边是有 挖一个通的 用水一罐 这个叫池 前面叫成 后面叫池 池是干 干啥用的 这是护城河 有一道水 你冲不过来 对吧 它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样的城 如果把它做完了以后 光这个城可以吗 那国王住在里边 或者是 那个谁住在里边的话 我这个城 弄完了以后 那就是成了一个居住中心 大家都来了 大家来了以后 这个内城就是城 外城就是锅 我刚才不是城了吗 然后我这就是水了 那外边还有各种住的人家 外边一层一层地在住人 外边这个就是锅了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形就知道了 这个姓锅的 这个锅的城墙 很有意思了 我们现在去看甲骨文 这是城 这个城底下就是锅字 过去特啰嗦 现在一开始的时候很啰嗦 郭文瑞你家的锅开始就这一层 看得懂吗 看不懂 这边是城对吧 这是城是吧 外边这一层 这一层的外边 这个都是望楼 边上 四边都会一些望楼 这个望楼很多 太多了以后写字这么烦 人家都不就挺烦了吗 文字嘛 它最终不能这么烦 不能烦 我们把这边就去掉了 这边没了 子留两边 子留两边的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跟城有关的 比如说 锅文里边的围 包围的围 这个就念围 这就是最开始的围 因为我把一个四面东西封起来 这就是围 围起来 那么我做名词 如果做一个名词的话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要做一个围 我要做一个动词就不可以了 动词我要加动作 加什么动作 我这个围就要加动作 我这个围 我把它围起来了以后 我这个围就加动作 这个是啥 这个是纸 平纸的纸 为什么是纸呢 我们看 咱们这脚板 看到没有 一个脚板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指头 你说写字号五个指头不麻烦了吗 所以他讲过文的时候就简神 用这个 只用三个就表示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停止的纸 这个字既是脚板的脚指头 现在加个竹 原来是不加竹的 对吧 那个脚板就在地下 所以有纸 有停止的意识 有地下的意识 地基加土就是地基 对吧 过去都是个 好 什么是围起来 我们看当时造字特别好 中间是一个层 然后一个脚板 两个脚板 三个脚板 四个脚板 脚板的方向是一样的 看看 这就是一对兵 在这里巡逻 对吧 这种巡逻的兵 走着走着 我们觉得挺烦的 你这写字这么写 怎么行 两边不要了 不要了以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已经认识了吧 这是什么 就伟大的围 实际上就是包围的围 是吧 包围的围 这个字 因为这个是大墙 很远的路墙 所以它有大的 有宽有广的意思 所以加个人旁就是围 加个框框就是围 对吧 我们一草书 我们今天一草一草书 就变成了这个围了 对吧 看见了吧 那这个围 跟我跟你这个姓郭的锅的半边是一样的 那锅就跟它一样 开始 你这是四边围着的脚板 我这是四边围着的那个亭子 对吧 看那个亭嘛 亭子的这个 下面不是钉吗 为什么亭子瘦瘦的 高高的 对吧 说这个女同学长得很漂亮 亭亭玉立 像那个路边的亭子 路边的亭子为什么要高 因为古代的亭是作为游地 就是马 我传消息 然后贵妃要吃荔枝 要从四船运到长安 对吧 那个马要拼命跑 换了马 把荔枝不能停 那个马是可以换的 对吧 那那个跑的人就看看 池里长亭 五里短亭 对吧 何处是归城 长亭更短亭 里白的池里 我们这样说的 那这些亭在路上 它很高 很远就看见了这个建筑物 是一个标志 那么这些标志就成了 内城和外阔的一种标志 还有我们的高 什么地方高 城墙上的那个 这是城 这是城门 高底下这是门 这是城门的楼顶上 做一个望台 是吧 那个就是高 古代的什么地方最高 我们看见了王城 前面那个牌楼是最高的 停停运力的亭 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从这个锅里边 就可以引伸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当初人造制 它怎么造的 它都是根据当初的生活经验 它来形成它对这个文字的理解 它把当时人的这种理解 这种具象的东西 形象的东西 它浓缩到这个自行里边去 就形成它所表达的 这个意思 一经我们叫做约定俗成 大家都习惯了 理解这个意思了 所以那如果你住在这边 东南西北 住在这边的人家 就叫东国 新东国 以住地为市 对吧 你要住在这边 那就南国先生 南国先生家开始的时候 他的祖宗 最开始的一个祖宗 肯定是住在城的南部 对不对 后来这个锅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有的字写 怎么写都一样了 变成这个样 再变成这个样 你想想都很容易理解 是吧 好 完了以后还要加一个字 这个字就是我们的双耳旁 有一个左边的双耳旁 有一个右边的双耳旁 反正放在左边的双耳旁 是富 富是啥意思 就是这个字 安徽的富阳 富阳是一个高高的坎 高土坡 就是说这个字是山 这不是山吗 对吧 这山可能容易理解 就是山空这里 把这个山立起来 就是富 就是高低 坎坎的 所以你看 反正左边重刷 从这个旁的 都是表示一个什么 高的 在这个高高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者 比较深和降 都都要从左边的旁 对吧 还有艰难弦阻 都要从左边的旁 右边呢 右边这个是意 意是什么意思 这又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城区 底下一个人 这个是人 好了 一个人 一个城府 有城民的 对吧 比如我们国王 把南洋封给这个郭文瑞 郭文瑞就是你的意 因为现在新加坡的那些人 都是你的城民 那个地方 这就代表新加坡 就代表新加坡的城民 对吧 对吧 他就回城 这就是封意的意思 所有右边的这个 都是封意 封意的话 它一般就是指古代 分封制以后 一个一块具体的地方 所以凡是左边 比如郑国的郑 就荷兰 现在郑州这个地方 对吧 它当初就是 那个是个什么地方 右边是封意 左边是殿 殿 殿那个字也是的 我们随意讲吧 反正是让大家有感觉 这个殿 下面是 这一个大 右边是封意 其实就这么写着的 这一解冻 一吵就变成这样了 那是后来的事 铁人们 这个镇子 就是这个意思了 这边是殿 殿什么 这是酒坛子 是吧 你看都知道 这是个酒坛子 是吧 这个酒坛子呢 上面有一个出气的 有的说是酒 有的说是装饰 底下是什么 这个和不是大了 这是两个手 殿是什么意思 看好了 一伤手 拿这个酒 一杯酒去尽神 那就是殿 所以人死来的时候 看见吗 花川那个中间 有印象吗 那个花川 人死来的时候 送花川 那个最中间 那个圆圈里边 写的什么 就殿 啥意思 啥酒给你吃 就是活人对死人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什么 一种哀思 一种心理上的 一种敬仰 对吧 那郑州的一个地方 开始的时候 可能就是 王城旁边 一个祭祀的地方 后来就变成了 好 那么你家的祖先 首先封在那个地方 郑宇泽 谁呢 你 那就算 可能就是这样了 最早的肯定是 这个毫无疑问 姓郑的是毫无疑问的 一定是现在 河南的这个郑州旁边 但现在的 这个郑是新郑 还有老郑 过去的郑 反正是那块地方里边 开始的时候 可能就是 周王室 在那个地方 既是天的 既是天神了 好 那你的祖宗 可能就是这一类的官员 或什么的 封了这个地方 你就以此为此 这样 于是就有正式了 正式 然后再 分了 分了 那我们知道了 这个左边的是富 右边的是山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姓郑人家 是咋回事 最开始就是 城的外边 对吧 城的外围 就是阔 内城为城 外城为阔 这个都是说文有说到的 我们都好 有书上可以翻得到 那么 后来就成为一个固定 是你说的 成为姓氏了 所以姓氏了以后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地面 固定的地面 它就给你加一个封印 就加了一个右边的那个 我们叫双耳旁 对吧 双耳旁放进去了以后 这次就完成了 于是 郭特别的意思 就不知道了 只知道是个姓 对吧 所以这开始 到底是 我们现在也不太能知道 到底是周还是阴 还是更早的下 你家的祖宗 开始就封在 这个王城的 东郭还是南郭 后来就把这个东南 也给省掉了 因为后来 好多双姓 现在双姓很少的 对吧 其实我们北架心理双姓都很多了 对吧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形成了 这样的一些 就是说 到今天我们回头去想 这里的问题是很多的 对吧 咱们就这么说着吧 就把你所有这些人的名字 或者信 我们去分析一遍的话 你就发现 其实挺有趣的 对吧 为什么会 有些这是可以做名字的 有些是不可以 对吧 为什么有一些 有一些可以做 这种姓氏 是我们不知道意思的 有些还是知道意思的 这些都 根都在哪里 根都在这本说文里边 这些都有 肯定没有问题的 我在这里说的 因为我的目的 就是要讲说文 对吧 那我们这个锅 就刚才说的 没有那个椅子的 那个椅 右边那个椅 和左边的那个锅 都是说文的一个构建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字根 那么这样的一个字根 这样的一个字根 如果这样的一个字根 我们把所有汉字的 这些字根 全部都认坏了的话 对吧 我们再去讲一个 它们组合的规则的话 那我们对这个 整个的理解就比较好了 那说文有多少字根呢 我们现在看这个说文里面的 总共是540个 它的540个有重复的 那么我们把这540个讲完了 我们再讲一点点规则 那么我们这个 关于汉字的最基本的知识就有了 咱们这个课干什么 就干这个